实验五之四 水压力 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测量水压的方向与性质 所需的器材有 水压观测器 水足箱 饱和食盐水 保特瓶 250毫升及500毫升烧杯 涂钉 透明塑胶管 塑胶片 压力表 水压力观察 容器装水约八分满 将水压观测器放入水面下 比较不同深度薄膜凹陷程度 在同一深度 转动水压观测器 观察薄膜在不同方向的凹陷程度 容器内的水换成饱和食盐水 将观测器置于相同深度 比较薄膜在水以及食盐水中的凹陷程度有何不同 为了更清楚比较 我们使用压力表来测量压力 将压力表接上吸管 并将吸管的另一端没入水面 观察压力表的读数变化与深度的关系 将水换成饱和食盐水 并将吸管的另一端没入液面 观察压力表的读数变化与深度的关系 水的侧压力 将宝特瓶装满水置于实验桌的边缘 在瓶子侧面的不同高度 以涂钉刺三个小洞 观察三个小洞的水柱喷出来的角度与远近 水的上压力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滴入一两滴红墨水 在大烧杯装八分满的水 将透明塑胶管的一端 用塑胶片盖住后压入水中 另一端留在水面上 观察塑胶片是否掉落 将水慢慢注入塑胶管 观察塑胶片何时掉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